早晨,今天是11月2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国农证券研究部投资经理方泽桥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Kelvin,今早大使有什么指点? 港股持续反弹 究竟之后会否继续反弹 之后就看一个数据 日后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内,九低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有回吐 导致低开46点后最多跌112点 收市跌62点,收报35,088点 跌幅接近0.2% 表指跌9点,收报4538点 纳指跌84点,收报14,199点 跌幅0.6%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回吐超过2% 欧洲股市也是普遍行行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科技股方面是各别发展的 Tesla连升第三个交易日 再升2% 苹果股价先升后回 收市跌不足1% NVIDIA上日创新高后有回吐 收市跌近1% 失手500美元 公司在收市后公布业绩 盘后交易再跌超过1% 另外,微软持股的OpenAI 部分投资者打算控告OpenAI的董事会 指控董事会在解雇 亚伊特曼事件上处理手法不当 Microsoft股价跌1%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半港上日收市要各别发展 百度在港股收市后公布业绩 好挂市场预期 ADR比半港收市高3% 阿里巴巴和网易 都比半港收市高超过1% 汇空比半港收市略高 折合60.14 比半港收市高出0.3% 一起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暂时来说是各别发展 日经平均指数 草段上升 升103点 升幅0.3% 最新是报33,457点 首亿综合指数要向下 最新跌16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微升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要跌 最新跌32点 11,131点 好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早段暂时要向下 跌30多点左右 恒指到17,700点左右 暂时仍然在50天线上 转头到原本会再和大家跟进 和旧群谈谈外围情况 昨晚消息都多 先讲讲联署局公布议息会议纪录 联署局公布了月初议息会议纪录 表示如果朝向通胀2%目标的进展 不理想的话 将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在限制性水平 直至数据显示通胀令人信服地 会落到央行2%的目标 其实这句说法 会议纪录中看到 都是跟之前联署局主席鲍威尔所说的 higher for longer 即这个立场也是一致 另外议会官员又说到 美国的农动力市场仍然很紧张 但已经较到今年较早的时期 就有所舒缓 上天看到其实10年期债息 就持续回落 去到4.4厘以下 美股在连星5天之后有回吐 稍后我们会详细谈一下 也会左右大市的NVIDIA的业绩 不过先说说美股整体的大市 Calvin你觉得美股之前的升势 是否能够持续去到年底 其实之前也说过 联署局的意识记录 现在暂时的息率通胀大概是3.2% 核心的数据CPI也有4%左右 其实数据都是比预期之中好的 亦是回落的当中 所以我觉得大家市场的气氛 都是觉得现在暂时来说 加息其实都已经过了段落 现在是说什么时候会减息 其实大约大家都会预计 在明年的5月初就有机会减息 所以就算我觉得通胀也维持在3.2% 美股的息率也未必会继续提升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美股的道资、纳资、标普 我觉得有机会继续延续升浪 所以我认为美股也会继续做过 所以我也比较有乐观的态度 譬如策略上你觉得现在应该加仓还是怎么做呢? 我们先看看那个走势 我们不如看看纳资的走势 暂时三大指数都算是做好的 纳资来说现在暂时14,199点 今天其实昨晚跌了大概84点左右 但是你看看已经接近近期的新高 如果那个顶位大概是14,446点左右 就是回到当时大概7月底的一个高位 这个位置暂时也会有一定的阻力 不过它的升势已经是之前的跌势已经完结了 我觉得有机会都会在一些高位陪回一阵才有机会破顶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它都有机会回落 不过回落的速度也不会太快 而且不会太急 所以在13,600这些位置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着这些目标去做一个押底 因为有机会保卖之前的列后才押底了 所以大家都去等一等 这些高位暂时来说我觉得都未必会破到顶着的 回落了一点点之后,大家先好押底了 好啊,好,而且押的也不是押底了 叫做稍微回调的时候就吸纳了 对了,好,我们谈谈NVIDIA 其实大数来说比市场预期好 跟大家说几个比较 top line的数 截至10月底为止的第三季度 其实收入是破纪录的 去到181亿美元 按年增长是两倍的 其实按季都有34%的增长 反映那个芯片那个抢购的情况仍然持续 经调整的每股盈利就按年大升6倍 去到4.02美元 按季也有49%的增长 经调整毛利率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由上年同期53.6% 现在去到超过七成了 74%的毛利率 不过看到数据大幅增长 比市场预期好 但是盘后股价要跌 就是管理层对前景的预示 他们预期第四季度对中国的销售会大幅下降 所以他们下一季的收入 按年就只会增长10% 盘后的股价就一度跌6% 低位是见过468美元 不过之后跌幅收集 大约跌1.7%左右 去到490美元 NVIDIA今年真是最强势股份之一 现在有一个轻微回落的情况 之前都尝试过500美元两次 现在回落了 去到这个水平 我觉得是否值得吸纳的时机 看回我们刚才你也说过的营收 大概是181亿美元 预期其实是160亿 看回它最赚钱的那一块就是数据中心 就是大家有些AI的芯片和一些概念的一个版块 145亿亦比预期之中好 128亿 其他游戏收入28亿 专业可视化的收入大概4.2亿左右 那看回为什么令到今天这么波动 昨天的盘后的数据这么波动 主要也是因为其实内地占整体的数据中心的收入 是20-25% 其实都受制于美国限制芯片的出口 导致英伟达看到其实芯片在第四季 有机会抵消了其他地区的一个增长 在中国那边的销售 所以来说看到在第四季大家展望 那个数据中心方面的收入有机会是持平的 那也都令到NVIDIA的股价其实昨天急跌了 曾经急跌了6% 现在其实也要看回未来那边中美那边的关系 那我觉得未来来来说未必会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所以来说我觉得NVIDIA的股价其实去到500元 其实暂时来说也挺准的 因为暂时他们的芯片的销售 你说不买给中国是否可以买到其他国家呢 不一定可以买到这么高的日常 因为看到其实武利去到70多% 所以其实那个芯片的价格是挺贵的 那你见到阿里巴巴、百度 那先后也见到他们受制于芯片的影响 那导致他们的发展速度也减慢了 所以其实这一类型的芯片 对于其他内地的一些企业的重要性也挺强的 那说回NVIDIA的股价 那暂时现在去到300-500元 我觉得有机会回落到450元这些水平 那如果没有贵的朋友 我觉得在这些位置才去吸纳 因为始终现在暂时那个市盈率的PE 已经去到过百倍了 那大家如果买的话是买未来两三年的股价 那现在受制的发展影响 那其实我也会抱一些观望的态度 那不要太重创在这里 因为500元其实股价是挺准的 在暂时未有明朗化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回落到400-500以下的直播空间才有的 好啊 好我们看看上日讲股价的情况 临近美市升转跌收市跌44点 收报17733点跌幅0.3% 国子跌26点收报6076点跌0.4% 科子跌40点收报4037点跌幅1% 大市全日成交1072亿 北水连续第二天是录得正流出的 金额24亿4千万的 主要是沽售大型科技股 小米有2亿1千万的北水正流入 小鹏汽车有1亿1千万的 看看正流出方面 美团持续有北水正流出的 昨天金额有7亿6千万 腾讯有6亿6千万的 你上汽车有3亿9千万 中国移动也有3亿4千万的 跟Calvin谈论过港股后市 大市昨天就先升后会 一度升穿8点后就站不穩 不过成交就继续过千亿 早段向上主要是受惠 离岸人民币会价进一步走强 上日高位是见过7.1291 近四个月以来的高位 不过看到汇控下调了 恒指的春年目标价 给予香港市场只是中性的看法 还有恒指的2024年底的目标预测 原本他们预期在21,260点 最新就降到19,890点 比现水平其实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好,Calvin你又怎样看来的恒指走势 两次上次28点 跟着都是要跌穿的时候 你觉得有什么影响? 看回来,其实主要今次的升势 都要受惠于人民币的升值的情况 其实最近来说 看回人民币的升值情况 都持续都有的 离岸人民币7.31 升到上去去到7.1 去到7月底的一个新高 其实都有很多人民币 所以来说其实你看到 为什么人民币又会升呢? 主要是因为 美国那边预计的加息的部分 就会减慢的 所以来说美国也会跌一些 人仔又会升一些 未来来说我都要看回 其实如果港股很明显 要持续要上升的话 都要看回人民币的升值情况 很明显的,看到内地来说 即今次的升势 看到那些内房又弹了上去 之前那几天 内需仍然都要低 那代表什么? 代表内地的内需消费力 仍然都是保持弱势 而且看到内地一些的数据 出口数据 以及一些制造的数据 PPI 其实都做得比较差一点 所以来说在这样的经济 譬如要人民币再度去升值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其实在多次 都是上破不了18000点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关口 暂时我觉得今年来说 港股仍然都在17000点 到18200点 接近100天摇龙平均线的附近 都是徘徊的 要突破这个关口 看来就不容易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着这条线 去做减值和增值 也要这么说 跌穿17000点 我觉得还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在今年来说 跌穿之前低位 应该就不一定会了 所以都在这个位置培会了